对我家庭是帮助蛮大的 因为我自己家里是小康而已 就是基本上维持生活 所以我现在可以 我现在是拿回我的奖学金 来付我下学期的学费 和这名侯同学一样 班上每十个人就有七个人 下个学期也不用缴学杂费了 我们在大三的时候 慢慢开始把我们 所做的一些计划做执行 然后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总共做了三档的展览 而这位同学则是申请了 创新共学的奖学金 同样也获得高达 五万四千元的奖学金 等同余学费也都免了 华藩大学在去年喊出了 品德全额奖学金的方案 没想到有了不错回想 我们收到比较多的学生 大概增加了百分之 三十左右的同学 同时我们在他上课过程中 他的表现力 他的对于学术的追寻的热情 跟他出席率都显著的有增加 就在全台私校纷纷传出退场之际 也不免让人好奇 到底生源还有校园的财务 要如何运作 校长李天润表示 这两个烫手问题 一切都要仰赖学生表现 我们一方面呢 是希望收到足够的学生 那么就可以得到教育部 比较多的补助 另外一方面呢 也希望来的学生 因为我们给了他好的教育的环境 跟贴补 所以他的程度是相对是提高的 简单来说 华藩大学以学生的品德 来换取学费 校长表示 如此一来 原本就需要 募款收入支持的财务压力 反而会因为学生的素质提升 而获得更多支持 而这样的理念 也会坚持下去 让品德的教育 能够成为学校的最大资产 人间卫视张宇成 黄胜泉 台北采访报道 补助 阶段 说 部份 得